王妃紧紧捏着帕子 脸色惨白地看着 重要坐回到椅子上的老太妃 嘀嘀地问道 老祖座 您看 小暖能熬过这一关吗 你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能熬过 那必是平平安安 顺顺当当的 你看看你这话 老太妃左右转着头 一边找着念珠 一边恨恨地训斥着 白嬷嬷急忙接过小丫头 手里的念珠递过去 老太妃接过念珠 也不再理王妃 闭着眼睛 飞快地转着念珠 念起经来 王妃输了口气 坐回到椅子上 也双手合十 念起平安经来 老祖宗既说了平平安安 那就必时平平安安 顺顺当当的 少夫人 再用一把力 这孩子的头啊 已经露出来了 再用一把力 这孩子就生出来了 少夫人 想想孩子 再用一把力呀 稳婆 扶在李小暖耳边 一边示意着蓝初 将李小暖扶起来一些 一边大声说着 李小暖紧紧抓住蓝初的手 深吸了一口气 用尽身上的最后一次力气 往外推着 那和她一直连在一处的孩子 出来了 出来了 别动 不要再用力了 少夫人别动 千万别动 让孩子慢慢出来 慢慢来 稳婆 惊喜万分地叫着 李小暖只觉得下身 有什么东西 哗得一声滑了出去 整个人 一下子轻松地 无以复加 仿佛从痛苦的地狱 又生回到了人间 身体是自己的了 人也是自己的了 恭喜少夫人 贺喜少夫人 是个儿子 长得真是好看 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孩子呢 李小暖微笑着听着 蓝初抱着李小暖 极小心地把她往下放着 李小暖拉了拉她 滴滴地说道 高一些 让 让我看看 蓝初答应着 小心翼翼地抱着她 往脚头处看去 被吻婆小心地 拖在手里的孩子 小得仿佛一只 大一些的猫一般 浑身沾满了血污 手脚乱动着 正响亮无比地 宣布着自己的到来 突然 哭声顿了一下 一股清亮的水柱 从两腿间 直直地射出 浇了吻婆一脸 旁边的吻婆 急忙上前 帮着拖住孩子 被浇了一脸 童子尿的吻婆 两只手 稳稳地拖住孩子 上身往后倾着 转头躲开尿柱 游着另一个吻婆 帮着擦干净脸 笑着说道 这彩头 倒偏了我了 李小暖是笑起来 声音低弱地嘀咕着 这孩子倒也可疼 还知道憋着初了再撒 不然 岂不让他恶心死 蓝初眨了几下眼睛 才恍然明白 李小暖的话译 笑得肩膀抖动起来 小妇人真真实 这会儿啊 还能庆幸这个 真真实 早有吻婆 急急地搬出去 禀报着 恭喜着 老太妃 眉飞色舞地站起来 将手里的念珠 胡乱塞给一个小丫头 眼睛里放着光 吩咐着白嬷嬷 快 要呢 赶紧给我 赶紧给我的小孙子吃了 图一口吃这个最好 赶紧的 白嬷嬷忙从怀里 小心地取了一只 极小的白玉瓶出来 递给老太妃 王妃的眼睛 笑成了一条线 胡乱念着佛 跟着老太妃 进了产房外间 吻婆已经用温水 擦得干干净净的 孩子包好 小心地抱了起来 老太妃推开王妃 伸手激雇孩子 抱在怀里 仔细看了片刻 转头看着王妃 得意地夸奖道 你看看 跟小客呀 简直是一个模样的 长得多好哟 哎呦呦呦 一看就是我的虫孙子 可不是 一看到他呀 我就想起小客 刚生下了那会儿 简直就是一个模样的 王妃伸手想接过去抱抱 老太妃微微转身 抱着孩子 吩咐着白嬷嬷 用银勺倒给我 老太妃抱着孩子 坐到旁边的榻上 接过银勺 白嬷嬷小心地 从浴瓶里 倒了半勺 黑黑的药水出来 老太妃小心地 将药送到孩子嘴边 孩子大张着嘴 打了一个哈欠 舔着送到嘴里的药水 老太妃大喜过望 看看不愧是我的虫孙子 就是懂事 就知道这是好东西 你看看 这吃得多香啊 王妃好奇地 从白嬷嬷手里拿过玉瓶 闻了一闻 脸苦成了一团 哎哟 这味也太 吃这个做什么呀 这是老祖宗 传下来的秘方 喜经伐髓 孩子吃了 身子强健 白嬷嬷看着老太妃 含糊地解释着 王妃连连点头 那那一定是好东西了 婆子一起奔出院门 满脸喜气地一起乱叫着 禀抱着 恭喜王爷 恭喜世子爷 少夫人生了 十位少爷 死今凄两 王爷哈哈笑着站起来 挥着手吩咐道 哈哈哈哈 赏 都有赏 平安呀 福利上下 一人赏无良银子 啊 青莲院侍候着的 十两 侍候少夫人生育的 二十两 平安 喜气满面地高声答应着 说着恭喜的吉祥话 乘客呆惊惊地做了片刻 长长地输了口气 站起来 双手合十 东南西北 虔诚地攻身谢着佛 王爷高挑着眉梢 哭笑不得地 看着突然虔诚起来的儿子 当他拜好了 抬手拍打着乘客的后背 笑着说道 我看呀 你干脆先跟着我去祠堂祭告一声去 等里头都收拾好了再进去 要不要把孩子抱出来 给爷和世子爷看看呢 平安躬身见一道 王爷瞪了他一眼 你也是糊涂了 这天都黑了 外头又有风 怎么能让孩子出门呢 赶紧准备准备啊 这就去祠堂 平安缩了缩脖子 退后几步 急忙带着人准备祭告的事了 老太妃给孩子喂好了药 看着打着哈欠镜子闭上眼睛睡着的婴孩 推开了又伸手要抱孩子的王妃 站起来抱着孩子进了礼间 李小暖正闭着眼睛 慢慢调着气息 拦出竹青和几个吻婆 轻手轻脚的 伺候着李小暖换着衣服 老太妃抱着孩子 凑到李小暖旁边 仔细看着李小暖的脸色 满意的点点头 低声说道 睡着了没有 李小暖睁开眼睛 微微转头看向老太妃 老太妃满脸笑容 抱着孩子 举到李小暖面前 你看看 这孩子生得跟小克呀 一个模样 懂事得很啊 王妃跟在后面 往前探着头 看着李小暖 又看着老太妃怀里的孩子 连连赞同着 可不是 就跟小克刚生下来的时候 我一模一样 李小暖笑着 闭了闭眼睛 仔细看着老太妃怀里的孩子 倒真是跟乘客一个模样 就是小了几号 这会儿正睡得香甜 你安心歇着 孩子我看着呢 好好睡一觉 这生孩子呀 可是大伤元气的事 安心好好歇着 啊 老太妃 关切地交代着李小暖 盯着婆子 给李小暖换了衣服 裹得严严实实的 小心地抬起来 送进了正屋内室 老太妃抱着孩子 王妃紧跟在后面 进了屋里 李小暖疲倦至极 也不再多管 闭着眼睛 自顾自的 睡着了 李小暖一觉醒来 只觉得身下 湿湿年年的 极是难受 睁开眼睛 乘客坐在他身边 正低头看着他 见他醒了 松了一口气 伸手握住他的手 低下些头 关切地问道 哎 你醒了 饿了没有呀 你想吃什么呀 你睡了好几个时辰啊 哎呀 那臭小子呀 都吃过两回了 等会儿再吃 禅意呢 少夫人 禅意 忙在旁边 打道 乘客 抬手 指住 禅意 看着李小暖 殷勤地说道 哎 你要什么呀 我来 我试乎你 李小暖 是笑起来 抬手 推着乘客 你先出去 这个呀 你试候不了 你去把孩子 抱过来 我看看 我还没有抱过他呢 乘客 笑着 答应着 默默 蹭蹭地 站起来 掀起帘子 出去了 禅意和 玉寇忙上前 事后着李小暖 换了衣服 被褥等 李小暖 靠在禅意 怀里 抬手撵着 湿黏黏的头发 恶心地 皱起眉头 推着禅意 试了试体力 低声吩咐道 等会儿 让人准备热水 照我说的法子 你和玉寇 事后我洗个澡 禅意 满眼担忧地 看着李小暖 没敢答应 转头 看着玉寇 玉寇 手下顿了顿 抬头 看着李小暖 低声说道 少夫人 这是大事 万一伤了身子 要不 先问问太医 没事啊 这人干干净净的 才不会生病呢 我只不会诊脉 别的呀 可不比太医 知道的少 只管照我说的法子就行 禅意和玉寇 两眼相对 看了片刻 禅意 示意着玉寇 少夫人 也不是莽撞人 那倒是 玉寇赞同着 两人手脚利落地 事后李小暖 换了衣服 收了脏衣服 被褥 交给小丫头 拿了出去 禅意掀起帘子 乘客探头看了看 一个人进了屋 侧身坐到床檐上 李小暖靠在大靠枕上 转头看着门口问道 孩子呢 老祖宗在喂药的 睡一会儿就好 喂药 为什么要啊 这么小的孩子 为什么要 孩子生病了 李小暖说着 急了起来 乘客急忙解释道 没有病 没事的 那臭小子呀 重得很 吃得好 拿得多 是老祖宗 说是什么秘方 说是要给小瑞丰 洗金发水 李小暖 眉头皱了起来 正要说话 蓝初在门口禀报了 引着厨房的婆子 提了四五个大食盒 送了各式各样的汤菜 进来 乘客忙事宜着 几个小丫头搬了两张宽鸡 放到床前 片刻间摆了满满两张宽鸡 李小暖无奈的 飘着满满的汤品菜肴 只吃了大半碗 鲜虾汤面就放下了 蓝初正带着人收拾东西 老太妃抱着虫孙子 笑容满面的进了屋 乘客忙站起来 让到一边 老太妃抱着孩子 侧身坐到床檐上 小心地将孩子 递给李小暖 笑着说道 我就说 不愧是我的虫孙子 就是懂事 吃这药啊 比吃奶还省心呢 李小暖接过孩子 有些生硬地 小心抱着贴在胸前 孩子闭着眼睛 打了一个哈欠 继续香甜地睡着 李小暖低头 闻了闻孩子嘴边的怪味 伸出舌头 舔了舔孩子的嘴唇 皱着眉头 抬起头 看着老太妃 哭笑不得地问道 老祖宗 您这喂的是什么东西啊 好东西 老太妃也不多解释 李小暖转头 看着乘客 也小的时候也吃过 老太妃闷闷地哼了一声 含糊地说道 哼 她那时候我正清修着 哪有功夫弄这个 她也没那福分 李小暖眉头皱得更紧 老太妃携了李小暖一眼 哼哼地解释道 哎呀 这方子 照理说呀 老祖宗小时候就吃过 你放心 只有好处 老祖宗 我倒不是说不好 这是练功用的方子吧 老祖宗 您也用不着 非把他调教成什么高手不是 差不多就行了 老太妃被李小暖一句话 说得瞪起眼睛 乘客争了一下 若有所思地看着李小暖 笑着说道 哎呀 这小子这么懒 也练不成高手呀 老太妃转过头 一巴掌 拍在乘客背后 把他拍得 裂切着 差点扑倒在床上 就算差不多 也得比你强些 你别管 我的徒弟 我自有教法 老太妃后半句 转向李小暖说道 边说边往前挪了挪 探头看着李小暖怀里 舒服地睡着的孩子 笑着低声说道 这孩子呀 看着就是个极聪明的 我想来想去呀 还是你起的那个小名好 就叫阿笨 呀呀的好 乘客也弯着腰 看着李小暖 和李小暖怀里的儿子 皱着眉头 想反对 看着老太妃 倒嘴的话 又咽了回去 算了 笨就笨吧 笨了也好 几个人说了一会儿话 老太妃伸手 接过虫孙子 怜惜地看着李小暖 吩咐道 李小暖 李小暖 李小暖还早呢 你赶紧歇下 再睡一觉 我看着阿笨 那药啊 隔一个时辰就得吃一回 要吃十二个时辰呢 中间呢 还得用药 把阿笨 碰上几回 你放心歇着 李小暖一听这一话 心提着 还真放不下来 眼巴巴地看着老太妃抱着孩子 精气神十足地出了屋 转头担忧万分地看着乘客 乘客坐到床檐上 拉着李小暖的手 宽慰着他 我问过签悦的 他说呀 那法子练起来 疾苦也凶险 老祖宗这一组呢 洗经法随的秘法 师父也提过 说是极好 这些方子呢 都是传了上百年的 经过了多少代人 若有半点不好的话 老祖宗也不会给小瑞丰用的 你放心 李小暖输了一口气 点点头 低头 撕存片刻 低声说道 阿笨跟着老祖宗练功 还有这洗经法随的事 别让人多说 藏着些吧 乘客伸手俯着李小暖的脸颊 爱怜地点头答应着 小金总说 你想得长远 你是忧虑太多 思绪太多 哎呀 别想那么多 有我呢 不会让你 让孩子吃了亏去 李小暖抬头 看着乘客 心里酸软的 眼泪 就要夺框而出 忙眼似的 转过头 含糊地说道 我知道 我就是这么个性子 总是担惊害怕 害怕好多事 哎 别怕 乘客往前挪了挪 揽了李小暖的头 靠在自己怀里 温柔地 滴滴地安慰着 放宽心 咱们成家呀 屹立几百年 自由底气 就是周家 若要怎样 也不过是个两败俱伤 乘客 含糊糊糊地 安慰宽解着李小暖 李小暖 浮在乘客怀里 半晌 才嗡了一声答应着 乘客 揽着李小暖 仿佛哄孩子一般 温柔地 俯着他的后背 过了一会儿 见李小暖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小心地将他放好 盖好被子 坐在床边 仔细盯着李小暖 看了半晌 才回到旁边 罗汉床上歇下了